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406回 灵州至中周大人达到回府 走下马车的时候仍是宏观满面 周建树那个坐骑白蹄乌 被世子殿下一掌拍死的儿子周聪文 生怕老爹在将军府邸惨遭不测 在门口瞧手已盼了半个时辰 见到父亲一脸喜气后 吊在嗓子眼的那颗心的才算是放下 正要开口询问 周建树笑眯眯道 回府里说话 父子二人落座后 周建树挥手驱散几名 善于服侍的水灵奴婢 扯了扯官府领口 周聪文匆忙问道 爹 这趟入府 那人怎么说呀 咱们周家会不会被记恨 周建树皱了周眉 不过既然当下只有父子二人秘密私语 也就懒得在世子殿下的称呼上跟儿子上纲上下了 他慢悠悠的说 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呀 爹往日是如何跟你说的 笑脸笑颜 平心静气 才能做成大事 当上大官 爹不跟你卖官子 文权皆一事 灵州将军府邸那边 根本就没有要追究的意思 殿下所谋甚大 没工夫跟这帮不知好歹的君无莽夫勾心斗角 酒宴上殿下隆重推出了黄南郡宋颜和龙京郡徐北志两人 分别担任令人择舌的灵州别家和灵州刺史 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爹考教你一番 你说说好坏在哪啊 对官场清折并不陌生的周聪文开始仔细珍重 沉默许久 他说道好事在于爹是最早一批走入将军官邸的官员 新任刺史别家二人不看僧面看佛面 想要拿捏爹这个灵州至终 也得点灵点灵殿下的眼色 新官上任三把火似乎怎么都烧不到爹的头上 坏事是 殿下不跟董月记那帮老匹夫秋后算账 那他们的位置暂时就还牢固 爹在灵州军方里拉拢培植起来的人脉关系 在这场灵州风波里按照爹的受益 大多数都尉一直隐忍当着缩头乌龟 看来是没机会趁势上位了 恐怕回头爹还得跟他们做些弥补以便安抚他们 少说就是几百两上千两银子 这回过年收礼不少可原本送出去就占了七八成 那如此以来咱们家算是彻底没有收成了 爹当官以来过年不挣钱可是头一遭啊 周建树碾须笑道 不错不错 银子什么呢 爹向来不在乎 只要继续当官 该落入囊中的怎么都不会少了 很多蠢货 哪怕家底不薄 可一旦见着白花花的银子 就跟鸡汉子见着俏娘们一样 吃相太差 无异于舍本竹末 在官场上早不长远 周聪文愤愤讥讽道 那董月记三人还真是可笑 那人不过是说了一句话 就一个跪一个哭一个打 这帮没读过书的匠种 也不嫌丢人现眼 不过总算知晓见风使舵 可就是太过生硬 远不如爹 这么没有烟火气啊 被儿子拍了一记马屁的周大人 越发笑脸灿烂 他嘴角勾气 这些匹夫长着积攒下来军功 就成天鼻孔朝天 别看爹王日里与他们和和气气 其实哪里看得起他们半点啊 别人不说 就讲那个兵曹从事黄忠 到今儿翻来覆去 也才知道包括写姓名在内 那十来个字 就这老儿能治理好灵州正师 他四个儿子一堆孙子 就没一个有出息的 岂难把女无恶不作 关键是做坏事也就罢了 还做的那般明目张胆 这不是伸着脖子 要去求徐这看脑袋吗 也亏得是世子殿下念着旧情 懒得计较 换了别家主子 早给剁掉头颅 穿成糖葫芦来立位了 周聪文冷笑道 这个灵州将军也太心慈手软了 换成是我呀 早就在灵州杀鸡敬猴 杀的几个将总家族 几百号人 反正都是死有余辜的货色 到时候看满城京剧 谁不服气 还能在愚昧百姓那边啊 弄个好名声 抽剑术朗声大笑 随即收敛笑意 他沉声道 这段时日啊 你不要出府露面了 殿下马上就要离开灵州 然后你再去跟那帮将种子弟相聚时 记住 只许说殿下的好话 谁若跟你反驳 你就跟他们当场翻脸 周聪文犹豫了一下 他笑道 就听爹的 那群跟我称兄道弟的将种子弟啊 以前还能有些用处 越往后就越是值不了几个钱 迟早都是跟他们翻脸 周剑术一脸的欣慰 却说被周剑术言语暗讽的董府 在文泉街上丢尽颜面的董月记 闭门谢客 董真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这个在中的将军面前都能谈笑风声的父亲 一直消沉 穿上了衣衫不再坦胸露背 却始终对着那身越级较味的假咒发呆 董真几次劝爹吃饭都不听 饭时只得是热了一遍又一遍 原本还有些倔强不愿认输的董真 哭着跪在了父亲的脚下 董红书重重叹息一声 伸出一只布满老简伤疤的右手 当年哪怕睡觉 也要双手抱着那柄北梁刀才能睡得安稳 董红书摸了摸女儿脑袋轻声道 你以为六百老族恭送世子殿下出北梁入京城 爹是睁眼下吗 是爹不愿意承认而已 你以为事情传言 世子殿下独身闯荡过北莽 是爹打死都不会信 只是爹不愿意相信而已 不光是灵州 整个北梁跟爹一样的旧将无关都差不多 可爹今日下跪 仍然不是跪那年轻世子 是跪大将军 跪那些已经战死的北梁袍子 如果不是今日卸甲 连爹自己都忘了身上有多少剑伤刀疤了 还记得爹以前怎么跟你说的吗 爹之所以投军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去跟人拼命 不是爹吃饱了撑的 爹的祖上也是当官的 那官还不小 你太爷爷是北汉的御史忠诚 你爷爷也当过县令 那都是有口节碑的亲官 后来全家都给趁着局势动荡而作乱的匪寇杀光了 他们杀红了盐 建州当官的就杀 根本不管是好官坏官 像是只要杀了当官的 他们就是好人 刚投军那会儿 爹爷只是觉得投了赏发分明 军律严苛的徐家军有盼头 多杀些懒杀无辜的匪人 岂能报仇 说不定还能重新让董家扬名轻使 可能有些事情爹从来没跟你说过 以前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女儿家的连大将军当年都说过 子要穷养 女要富养 既然你有个当官的老爹 那生下来就是好好享福的命 爹也就不跟你唠叨那些言语 今天这场变故 爹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爹年少时家归仍在 小时候就知道 瞧不起那些仗势灵人的权贵子弟 为什么一眨眼 自己的女儿就变成了爹不喜欢的人物 你记得在咱家长大的孟雅吧 是你孟伯伯伯的遗孤 本来顶了娃娃亲 可你死活不愿意 嫌他没有功名 没有家事 爹哪怕背信弃义 为了你也认了 当初如果不是你孟伯伯 替爹挡下西蜀春山观的背后一道 恐怕就是换成你 寄人篱下二十年了 说这个 不是劝你嫁给孟雅 而是想告诉你 市井出身的孟伯伯 在没死那会儿就常跟我说 以后他要是当了大官 一定要当个不欺负百姓的好官 谁敢在他侠境内为非作歹 他见一个杀一个 如果大将军不答应 他都敢骂大将军 有一次啊 他跟爹这帮老部下吹嘘的正带劲 被巡视军营的大将军逮了个正着 你孟伯伯那时候还是个小都尉 差点下尿了裤子 你猜怎么着 大将军非但没教训这个口遮拦 心比天高的小都尉 还蹲下来跟咱们一起唠叨家常 说你孟伯伯以后当官了 肯定是好官 大将军还说他不舍得骂 真儿 你说说看 你爹怎么就变成了 只要你孟伯伯活着 肯定是他第一个要杀的王八蛋啊 在灵州 骄纵刁门惯了的董真 只是哭 好似天塌下来了 气不成声 董洪秋走到那去 斑驳纵横的老旧假咒前 神情落寞 他低声道 真儿 别哭了 爹带你去那座衣冠种 给你孟伯伯敬几杯酒 如果爹没记错 你十一岁以后就再没去过了 这些年 你瞧不上孟雅 他哪里就瞧得上你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回府的时候没有再次翻墙 这让眼巴巴守在墙下原地苦苦守候的宋皇梅大失所望 很晚才从精略使府邸管事得知 世子殿下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宅子 宋的小姐近乎出声跑出了一幅 管事看在眼中就有些嘀咕付飞 这宋家千金也太貌貌实实了 比起自家安静贤淑的小姐差了十万八千里 管事随即就有些瞎想连边 北梁道都清楚 汉林少爷跟世子殿下那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 如果大小姐能当上以后的北梁王妃 再加上老爷已经是精略使大人 那么李家可不就是当之无愧的北梁第一大豪法吗 老管事摇摇头 可惜呀 小姐竟然跟那姓郭的寒门子弟私混在一起 一朵牡丹花就插在牛粪上了 徐凤年躺在梁亭长椅上 仰视那片低垂璀璨的星空 对那个鬼鬼祟祟溜进梁亭的姑娘啊 视而不见 那姑娘也真是为吃苦耐劳的女壮士 熬得出性子 愣是咬牙挨动了半个时辰也没吭声 徐凤年坐起身 他笑问道 宋姑娘找我有事 缩在庭柱旁边躲避风寒的宋黄梅吓了一跳 随后仗红了那张并不算是太过美艳的脸庞 低头捏着衣角唯唯诺诺 再没有当初在黄南军太守府邸对他初见阻拦的女侠奉扮 徐凤年也不让他难堪主动开口道 你练剑多少年了呀 要不要我教你几手容易上手的剑招 徐凤年问过话后哭笑不得 那姑娘就盯着自己发呆 喃喃自语 碎碎念着 好像是说什么世子殿下那双眼眸子比某人某人好看些 可他还是只喜欢那家伙 徐凤年重重咳嗽了一声 宋黄梅一屁股坐在另一边长椅上 双手搂住肩膀 坚心欲寒 很快恢复原本的直爽性格 他嬉笑道 殿下 我知道你是高手 也是好人 我有个一中人 是黄南俊一个帮派的外门子弟 叫窦阳关 他呀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配上北梁刀来娶我 可我爹似乎不太喜欢他 要不殿下慈悲 随手送给那个叫做窦阳关的一把佩刀 我爹保准不再反对了 徐凤年知道 这姑娘肯定还不知道那连堂几乎死绝 从灵珠江湖上除名一事 不过谍报上确实有提及 逃掉了一个叫做窦阳关的年轻人 是宋颜之女宋黄梅的情人 不光如此 窦阳关的祖宗十八代都给摸了个底朝天 徐凤年当时就做了批示 让英氏对这人呢就此罢首 一个财入连堂没几天的外门弟子 原本就可杀可不杀 既然跟宋家有这份牵连 就当送给宋太守成为灵州别嫁的升官赠礼了 至于那个年轻人在逃过一劫后 是否记恨北梁 是否会立志为师门报仇 徐凤年不在乎 整个黎阳江湖也没有几人 能向那个姚哲善的公子哥 有本事有望一路杀到他徐凤年眼前 更多人呢都是到死都没见过世子殿下一面 如果说那人能够脱颖而出 硬是让徐凤年再从谍报上看到他的名字 徐凤年甚至不介意让他知晓 连堂张策的北莽蝶子身份 然后送他去边境上磨了一番 他既然想摸刀 从军以后都能让他摸到想吐为止 只是人心难测 天晓得这姓窦的小子到底会如何选择 选择走哪条路 至于窦阳关跟宋黄梅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 更不是徐凤年关心的事既是不想也是不可 如今的北梁啊也就数他世子殿下的光阴最为值钱了 徐凤年收回思绪 他笑道 私人不得佩戴北梁刀 再说以你爹的眼力会看不出窦阳关配刀的真假 宋黄梅一副知足常乐的乐天性格 听到世子殿下这么说 只是一脸恍然呕了一声也就没有再坚持 其实换成寻常一些稍加士快的女子 若是有机会跟世子殿下独处 那还不得可着劲的把自己折腾的花枝招展呢 逮住了世子殿下 那可就是宁肯错杀不可错放啊 不然呢 那就是打折随棍上 借着女子身份死缠烂打着跟世子殿下讨要些个承诺 这恐怕也是徐凤年乐意跟他随口唠叨几句的缘由了 宋黄梅没有再打扰世子殿下 却也没有离开 坐在长椅上 慵懒的靠着郎柱仰望星空 徐凤年是过来人 知晓这姑娘多半是思念那性斗的江湖弟子了 也就重新躺下闭目养神 在脑子里仔细盘算灵州的收尾 原本比优良两周更为复杂的灵州官场 在经略史李公德的表态之后 相信以徐北智的能耐 哪怕仍是有些掣肘 总算勉强打开局面 差不多是他离开的时候了 总不能总这么顶着灵州将军的官帽子 在这儿去朝纠战 不过真要走的话 还得先收拾掉那个胆敢闯凉的年轻高手 闭上眼睛的徐凤年察觉到宋黄梅起身后 捏手捏脚轻轻离去 他轻轻一笑等他走远 打了个响指 对悄然出现的死士银说道 给灵州有损知会一声 动些手脚 打磨打磨斗阳关 如果此人太硬气就去掉些棱角 如果已是一直消沉呢 那就让他遇上一位贵人 别让他早早的失去了锐气 此事银正要离去 冷不丁听到世子殿下笑问 要不我亲自去会一会那把桃花扇 碎凉了放枯 草草满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孤雲的路 不宇旧一湖 帝王将生寄破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